画面上是中山一路的人行道 可以看到许多通勤族的机车都在这边停放 因为近期已经划设机慢车停车阁进行管理 议员郑文婷特别邀请相关单位进行会刊 也希望提醒民众特别注意 一定要停在规定的范围之内 我想中山一路因为停车的问题 民众无所适从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办理会刊 那交通处的这个承办人员来到现场 他很清楚的说明 在中山一路上只有画有白线的停车空间 才可以停车 不分砖块的颜色 只有画白线的这一个空间可以停车 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这一个路段 其实停车空间的需求非常的强 那尤其这边要出入的这个民众 他们都要爬楼梯 那如果把车又停到比较远的地方 对他们来讲确实是会有一些不方便 也感谢我们机车行林老板 他同意把他的这个店面门口这边来提供给我们交通处 来划设这个停车的一个位置 方便大家停车 那我想金融市停车空间不足 这个是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 那大家也尤其通勤的民众 大家在通勤之前需要骑一段这个路的机车 来到车站周边 那么停车的一个问题 也是市政府必须要帮民众想好解决的一个方案 参与会刊的中山里里长罗宇廷也希望 议员可以协助争取在地居民的机车停车优惠 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 有没有那种状况是我们可以停 但是就是只有否我们这边的居民 但是这里是公共的就是空间 那其实我们可以停 大家都可以停 那大家不能停 相对的我们的里民也不能停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才想说 那在这个公共停车阁这么满的状况之下 那是不是有可以有相关的单位 还是什么帮我们争取一下 就是说附近的停车场 然后对有一个里民优惠的部分 那让我们里民的选择性比较多一点 那我可以呢 我花一点点钱 然后有就是每天有固定的停车阁可以停这样子 对 那大概是哪里的停车场 中山桥下它下面有两个机车的停车场 那跟我们北站旁边有一个机车停车场 那现在它的就是有固定月费的部分 那比如说我们是希望就是说 比如说外面的民众 他可能一个月是五百块的月费 那对于里民有一点就折扣这样子 那让我们可以多一点空间去使用 里长也有提议就是说 一些收费的停车空间 能够给我们附近里民一个优惠的 一个租金的一个优惠 那我们这边会后我们会再做更详细的一个联系 那跟相关的单位来做一个沟通 希望能够帮我们的里民争取到最优惠的一个方案 在基隆转运站周围 中山一路的机车停车需求很大 市政府也请机车族一定要停放在规定的区域内 避免受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